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柴 在国际组ETF 最近最飙的应该就是893和895这两台电动车了 你看啊,这个K线长这样 名字遮起来 搞不好还以为是什么元宇宙的妖鼓 这两只都是今年7到8月的时候15块挂牌 893现在17.34 895最高有18.35 现在17.98 在11月1号一天涨幅就高达5.2% 非常的狂 当然这两只会这样狂涨 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特斯拉和NVIDIA 而刚好国泰893在10月20几号 已经进行成立以来第一次的成分调整 我们来比对一下调整前和调整后 绿色的是删除了7档 刚好都是权重最低的 几乎都是欧美的公司 你看这个代号后面 点US就是美国 NA是荷兰 CN是加拿大 FP是法国 而右边就是这次纳入的7家 很多都是CH中国 其中最赫赫有名的 就是这个超级电磁咖宁德时代 目前占2.56% 另外还有像日本瑞萨和瑞士的ABB 都是这次纳入的重点成分 截至11月2号为止 893目前最大成分股 已经从NVIDIA变成特斯拉 光是T加N这两档 就大约占了33%的权重 而它的对手富邦未来车 895的T加N更重 有事7.7%将近快要一半了 这也是最近895涨幅超车893的原因之一 不过895也即将在11月底剪头法 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它的单一持股上限是20% 前五大合计是65% 所以到时候特斯拉应该会被减码到20% 把权重分散到其他成分股 而最近话题最热的Metaverse元宇宙 其实也跟NVIDIA直接相关 你会发现NVIDIA这间公司很厉害 不管什么题材 好像都看得到它 所以我们好像可以把TESLA跟NVIDIA的占比 当作科技型ETF的趋势指标 有点类似我们台股的鸡腿占比 目前除了893和895的T加N高达3到5成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档兼牙股ETF00757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它最大的特色是指买FANG 在内的10家科技公司 整个ETF就只有这10只 而且权重不分40帧全部都是各10% 截至11月2号为止这个757的TESLA 有将近13%NVIDIA有大约10% T加N就占了23% 你看它10月以来这波涨幅也有10几% 有兴趣可以点右上角看之前的影片 再来回到这个月的人气榜 前三名都出现月减 反而是最近标最快的蔚来车895 还维持月增2.37% 另外月增最多的是10月初才挂牌的897 成长的43.4% 来到将近2万票 虽然它一挂牌就遇到墨沙东口服药问世和疫情趋缓 让它跌破15元的发行价 不过疫苗的需求短期之内不会消失 截至11月3号 它已经回升到14.95元了 因为897是每年12月下旬调整成分股 一年只有一次 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纳入墨沙东 我们会再帮大家持续追踪 其他国际ETF这个月没有太大变化 11月也没有ETF要出息 再来就要等12月继配的712了 有兴趣可以把榜单抓下来研究 连结一样在影片说明里面 无条件无料下载 财属国际ETF人气榜 我们下一个月见啰 拜拜 在上次的影片里面有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没有877 为什么没有735 为什么没有678 这边再统一再跟大家说明一次 因为整个国际组的ETF 整个统计出来有50档 不包含即将挂牌的898 如果再含898它进去就有51档 那我们整个版面里面能够塞的最多 最多就是二三十支 没办法全部排进去 它不像说台股原型的目前就那29支 所以勉勉强强还可以全部塞进去 但如果以后台股的也越来越多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开始面临取舍的问题 就是竞争很激烈的时候 就只能取前25名或是前30名 入榜这样子 好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蓝Emma说啊 派可老板是想要挑战极限 可以多久没洗澡 派可老板你要多久没洗澡 派可老板说永远都不想起啦 不是啊那这个要叫派可老板 自己对着镜头回答 老板你要多久才要洗澡 派可老板你对焦一下好不好 派可老板 我要把脸遮起来 多久要洗澡 好他回答了 好小声喔 我们再来听一下刚才的回答 不要洗啊 不要洗啊 好长的一声喔